学会用油清洁脸部。 如果奶想让肌肤看起来水嫩光滑,油会是奶的好帮手。 注意这些建议,并发现用油清洁肌肤的好处,其实好处非常多。 虽然在化妆品方面,油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要避免的东西,但事实上,油有多种好处,可以成为日常脸部护理的一种补充。 首先,前性肌肤的人每天都能使用这些油。 另一方面,如果奶有正常肌肤,一周使用2-3次就足够了。 如果奶有混合性或油性肌肤,可以用油来清洁脸部,或者进行每周例行保养。 当奶的肌肌肤需要紧急治疗时,例如晚上聚会后,如果化妆过度,或者肌肤过度前噪,油也可以派上用场。 奶应该用什么油? 不是所有的油都适用于脸部护理。 最好使用含植物油和精油成分的油,不要用矿物油。 矿物油通常用来滋润婴儿的肌肤,这种油并不坏,也没有毒,只是不适合成人的肌肤。 油对肌肤的好处 植物油对肌肤的好处是滋润真皮并使其呼吸。 虽然其他产品也有保湿的效果,但是它们会堵塞毛孔,导致粉刺的形成。 除此之外,奶会注意到肌肤变得更加光亮,不再暗沉和没有生气。 重要的是奶要考虑自己的肌肤类型,并使用正确类型和数量的植物油。 而且,这些天然产品不会引起褪色,痘痘,囊肿或黑头粉刺。 这些条件是因为荷尔蒙失衡,细菌,死皮细胞堆积或这些因素的组合而发生的。 而且奶的肌肤会自然产生自己的油,这是必须的正常功能。 因此油也可以保护,治疗和滋润肌肤,使其能完成所有功能。 当奶使用油,奶会希望油能对肌肤有好处,而不是对抗肌肤,而且奶会发现油的好处不只是美观而已。 以下我们会使用三种植物油制作一种治疗方法,这些方法对肌肤护理非常有效。 成分 一个小瓶子 特级初榨橄榄油 碧麻油 二至三滴茶树精油 可选 制作 为了进行这种治疗,奶要在小瓶子中加入等量的橄榄油和碧麻油。 或者,也可以加入两到三滴茶树精油。 这会增加强效的抗菌和治疗特性,让治疗更有效果。 每次使用前将内容物摇晃均匀。 使用 将混合物涂抹到脸部肌肤上时,环状运动几秒钟来增强其清洁效果。 另一种方法是用浸泡温水的化妆棉涂抹混合物到脸部肌肤,并将化妆棉留在肌肤上一分钟。 奶也可以用这些化妆棉涂抹去除脸部肌肤的混合物,并始终用环状运动。 之后,奶只需要用柔软的毛巾擦前脸部,并擦上化妆水即可。 这是一种完美的卸妆方法,因为除了有效之外,也是纯天然的。 如果奶有油性肌肤,可以每天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别忘了用好的肥皂好好清洗皮肤。 同肌肤类型的建议。 如果奶是油性肌肤,建议使用30%碧麻油和70%橄榄油的混合物。 如果奶是中性肌肤,最好使用20%碧麻油和80%橄榄油的混合物。 最后,如果奶是混合性肌肤,是助纸混合10%碧麻油和90%橄榄油。 这很简单。